教官好 你好 大家早 一開始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是藥物濫用 不是像過去我們常聽到的這個毒品 其實毒品它範圍是比較狹隘 那其實真正的我們在推動的是 正確的用藥以及藥物濫用的防治 那我覺得在現在多元毒品的一些泛濫的程度狀況之下 經過一些偽專包裝之下 和一些在學的學生很容易去誤判 不管是好奇也好或者是無意之間 因為判斷力的不足所錯誤的接觸到 那我們就嘗試把這些最新的觀念最正確的知識 透過分帳活動的過程中把它介紹給我們目前中小學的學生 讓他們有比較一個正確的認識 在遊戲之中能夠感受到學習到相關的知識 而不是我們以往教條式的 那其實我們的校外會的工作 因為是學生生活輔導會 我們會置重點於學生容易 不管是有意無意或者是好奇所接觸到一些 它本身就已經不是具有醫療目的 而是純粹位於迷幻或者是老亂學生的 一個身心靈健康的一種藥物上面的一些最新的知識 尤其現在我們常常聽到毒品氾濫 毒品氾濫 但是孩子們對於毒品氾濫這個名詞是非常的空泛的 他們是沒有具體概念的 那所以有些無意之間你生活中常常用到的一些零嘴 它很可能被不肖的產商或者是一些歹徒包裝成你身邊產用的一些零嘴或者是糖果的方式 那無意中接觸到這個因為毒品它不是以治療身體為目的 它完完全全就是在傷害你的身體的健康 所以一旦接觸到就有成癮的問題 那成癮就是開始墮落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我們試著在日常生活中透過闖關的活動 那我們中小學就有一個最正確的一個基本概念 至少能夠懂得保護自己 這個是我們為什麼在藥物濫用防治上面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方向 那至於說正確的用藥觀念 相信在衛生局的相關部門的宣導之下 大家也可以接收到一些訊息 所以我們今天是配合我們校園安全多元藥物濫用防治的這個方向 來自重點主軸於這個方向來提供一些訊息給學生們這樣子 所以針對主要就針對這個毒品 它可能會包裝成我們常用的一些糖果餅乾這樣子 來吸引學生誤用然後讓他們上癮就對了 毒品大家都知道不好 可是有些時候被不良的友伴或者是不肖的商人 他用一個人家說降低你的警戒心的包裝 他很可能出現在一些多元現在常常聽到什麼 美餅或者是你乖乖卵彈之類 孩子對於他而言這是我日常在吃的淋嘴 他就習以為常人家送給他 這也是我平常自己就去買都在吃的淋嘴 他沒有戒心 所以我們試著讓孩子知道說這些尤其是不明人士提供的這些糖果 或者是各項的一些你眼見習以為常的一些淋嘴或者是食品 都要保持一個警戒心 那至少說在食用之前不管你對這個人是不是認識或者信任 至少不要在當下第一時間就輕易的去放到嘴巴裡面去造成誤用 或者是踏出錯誤的第一步 而是懂得說至少即使無法拒絕狀況下也是先帶在身邊 等回到家裡等師長幫你做一個簡單的分辨之後 您再來做一個是否要去使用他的一個決定 那我覺得孩子他的警戒心他的信任感是非常高的 尤其對陌生人 那相信之下我們要提供孩子說 現在的社會毒品已經不像你外表那麼容易判斷的狀況之下 你要提高自己的警戒心 那我們試著把這些比較更正確的訊息透過活動 讓孩子能夠接受到更進一步更準確的一些 然後至少能夠保護到自己的功用這樣子 那一般他們都透過什麼場合去讓學生不小心接觸到 其實有些時候你自己信任的朋友 的朋友 你對自己的朋友也許你認識 但是朋友的朋友你不見得認識 你對他了解不夠 那有些不良的友伴 他刻意透過這種間接的方式 那因為你對朋友的信任 但是你對朋友的朋友不認識 你反而很容易因為好奇 或者朋友在在場 好像提供一個糖果或提供一個飲料給你 你就沒有戒心 那沒問題啊 人家的好意通常是不會拒絕 可是在當下這個時候 你很可能就是接觸到物用的第一步 那我們在相關的研究發現 其實很大的一個比例 第一次物用或者是使用毒品的都是在家裡 你能想像你家裡認為最安全的地方 反而是你很容易在研究裡面接觸第一次毒品的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讓孩子有正確的觀念 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來保護自己 為什麼我們過去沒有聽到這麼多毒品變成糖果的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幾年來為什麼這個所謂的毒販 他們會進化成這樣的一個包裝 然後他的目的就是主要就是會吸引你先誤用 然後再讓你來購買嗎 對對對 其實毒品一個成癮性 它這個是傷害最深的地方 如果今天誤食一時之間的作用發作過了 你就知道這個東西不能碰 可是毒品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會造成成癮性 明明知道它不好 可是癮來的時候你已經成癮的時候 明明知道不好 你又無法去做進一步的切的戒除或者是戒斷的這個動作 所以在相形之下我們也是在提醒孩子 第一步就要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而不是等誤用之後 這時候雖然我們有相關的輔導機制 都在幫助我們的學生去接受相關的輔導 但是相形之下我們寧願把正確的知識 在第一時間就讓孩子有知道 那其實隨著毒品氾濫 其實我應該另一方面來思考說 表示我們的藥物濫用防治的知識其實非常普及化 那相關的毒品如果是他沒有經過刻意的包裝 孩子已經有正確的觀念 他知道毒品不能碰 但是如果經過巧妙的包裝 消除了他的戒心 很容易因為好奇或者是不小心而接觸到 那一樣會造成孩子身心靈的傷害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在多元化的毒品的 藥物濫用防治的工作一個重點 讓孩子可以接觸到最新的資訊 而增加保護自己的能力 輔導會好像除了這個藥物濫用的這個宣導之外 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一個這個重要的功能 是不是也順便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你好 其實我們是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 同時也賦予任務編組 在雲林縣政府成立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 在這一個校外生活輔導會 就是結合地方的各級學校的功能 那其實我們的生活輔導會的功能 除了在生活輔導方面之外 另外其實軍訓教官的路德哈 包含全民國防的專業知識的傳授 還有學生生活輔導這一塊 那生活輔導就包含我們的學生的校外生活的各種輔導 只要跟學生有關的事物都是我們在協助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常常在講說 校園學生所到之處就是校園 不管是在校園的上課時間 或者是飯學之後的校外 只要是你的身份是學生 都是我們要關心去照顧輔導的一個對象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 在配合雲林縣政府教育處相關的一些活動的過程中 我們一直在積極 呈附著教育部雲林聯絡處的這個功能之外 又結合了我們的縣政府的教育處的地方自治事項 教育事項的這個做一個雙全面性的結合 所以我們除了一般專業知識的全民國防傳授之外 另外也有有關於學生藥物亂生活輔導 那其實藥物濫用也是生活輔導的其中一環 只不過目前的社會的傷害性跟它的一些影響性的狀況之下 藥物濫用防治是目前我們教育部正在大力主推的這一塊 希望從校園中讓孩子從小就有反讀的概念 慢慢擴及到社會擴及到家庭 這個是我們一直在默默基本功一直在努力的在推行的這個原因這樣子 好那我們在現場攤位看到除了最主要這個藥物濫用之外 兩側還有這個非常大的一個看板 就是提倡這個防治校園霸凌提倡友善校園 教官是不是也幫我們談一下這個關於校園霸凌好不好 霸凌Berry這個名詞是最近幾年開始引進進來一個專有名詞 那教育部對於霸凌的定義從一開始從學術的定義慢慢也開始符合我們教育現場的一個實況的在做修正 那其實早期我們認為孩子在校園人與人之間難免會有一些衝突 會有一些肢體動作或者是玩過頭 可是我們以前認為不可能認為這只是孩子一時之間的玩耍打鬧之間 可是現在慢慢孩子的隨著家長的普遍高等教育化的一些普及 慢慢關心到孩子的一些在學校的一些活動的安全性的問題 還有教育的問題教育的一些基本觀念 也慢慢注意到一些正確觀念 所以防治校園霸凌的這一塊也慢慢也被孩子被校園所重視 希望孩子的互動能夠基於良性 然後基於正確的方法 而不是動輒就是以拳腳肢體接觸或者口語精神上的虐待 那我覺得從小開始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到以後自己在完全的人格發展的過程中 會有更健康更完整的一個友善人際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反制校園霸凌其實為什麼從校園中從國小國中一直到高中 只要是各級學校都是我們不遺餘力也在實施的 也是我們生活輔導中的其中一環 那其實就是目的在告訴孩子們告訴學生們 在人際互動之中難免會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說一些衝突點 但是在這相信之下你如何用正確的觀念去解決問題 這個其實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讓孩子用正確的方法正確的觀念去解決他認為發生的衝突或者是問題 這個就是防治校園霸凌最主要的一個目的 而不是動輒就是比拳頭比言語比暴力 我覺得說從這一方面我們讓孩子有一個更正確的一個價值觀 那慢慢的從孩子的教育過程他慢慢的離開學校的教育生活 進入社會教育的過程他也知道從小要怎麼跟人家去解決衝突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好的一個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觀念的開始 所以防治校園霸凌我們從校園從小學從幼稚園從托手就開始有些觀念的宣導 也是這個原因這樣子其實我們真正的是讓孩子學到正確的解決衝突的方法 那有些時候不要說學生我們連家長遇到事情情緒一來失去理智的時候 也常常用不理性的方法去解決衝突 所以我們試著讓孩子從防治校園霸凌這一塊 從自己去正確認識什麼叫霸凌如何去解決自己的衝突 我覺得在後面才是我們真正一個教育的目的 那至於學校端其實教育部也不斷的透過友善校園的活動 每個學期的一開始就是友善校園周 他的目的就是反讀反黑反霸凌 所以在這個主軸三項主要的一些工作項目裡面 我們隨時隨地在不管是隨機教育孩子遇到衝突 或者是透過各樣的集會的時候就告訴孩子 你遇到困難遇到衝突如何尋求正確管道的解決方法 而不是靠自己的方式甚至用不理性不友善的方法 那後面的衍生的霸凌事件其實是非常容易造成擴大跟炫爛 那其實對於霸凌這個行為 部裡面也有嚴謹的判斷態度 他是透過各級學校會有一個霸凌防治小組 你孩子之間的衝突 不要動輒輕易就灌上霸凌這個字眼 也不能過度去對 其實很容易把他 那孩子他認為我只是跟同學玩一下 怎麼會造成霸凌呢 所以有些時候學校也是很認真 透過校長當召集人組織這個反制 校園霸凌防治小組 開會來決議孩子的這個行為 這個個案是不是構成了霸凌 由師長們各個單元 輔導老師導師甚至邀請家長跟學生代表 一起來討論同學之間發生的這個衝突 到底是不是構成霸凌 他是一個很嚴謹的一個會議制度去判斷 而不是動輒同學之間的打鬧行為就解讀成霸凌 我覺得很容易把孩子一個觀念容易誤導 然後灌散霸凌好像就是我就是受害者 或者你就是加害者 我覺得也是要讓孩子有一個正確觀念 然後透過會議方式透過大家多元化的來判讀 他這個行為到底屬不屬於校園霸凌 最後那個吳教官談一下你個人跟同軍的關係好不好 好其實非常榮幸我在國中階段求學階段 一直到高中甚至到大學的求學過程 我都一直對同軍活動非常積極的參與 那自己也擔任過同軍的幹部 那我覺得同軍活動在生活教育上給我很大的一些啟發 跟一些學習那另外其實在專業技能上 我們的分官我們的闖官我們的野外求生 很多技能上其實不瞞各位說 因為我自己在軍旅的生涯過程之中 我對野外求生因為沒有接觸到 但是反而是在這些專業知識 是我在高中的時候接觸同軍的野外求生的一些 攻戰或者是救護的一些過程中我學習到的 所以我覺得孩子不要去排斥任何社團 你今天認為社團可能對於你的學習 不是那麼的積極正面 沒辦法呈現在量化的分數上 但是不要忘記了人生不是只有成績只有分數 在學習的過程中 凡是正面的對於未來你永遠沒想到 這些專業的技能高中時候的社團經驗 反而成為我日後成為軍訓教官 在傳授野外求生的時候 能夠更貼近孩子現在 你如何去運用真實面的一些技能 而不是只是一些學術性的討論 或者是一些傳授而已 所以我對於同軍生活其實非常榮幸 從很早就接觸到 那也因為這個關係 能夠讓我的專業技能 能夠結合孩子真正的需求 所以我非常熱愛同軍 包含我自己在學校服務的過程中 我也積極的去帶領著同軍團的一些活動 那今天有幸成為 教育部雲林縣聯絡處的軍訓督導 我試著主動的 跟我們的同軍活動做結合 是 好 謝謝我們的督導 謝謝 謝謝 謝謝